16万中国人待在非洲不愿回国,理由值得深思,网友,也想去非洲,自古说起非洲,就是贫穷的象征,没有其他,随着左邻右舍的欧洲和亚洲,不断的壮大,非洲依然没有半点的危机感,依然我行我素,干预贫穷,非洲给人的印象,就是懒惰,脏乱,没有法度,的确,跟大国相比较, 非洲不被看好,非洲人的生活,至今都需要联合国的救助,有人羡慕非洲的人的生活,有人们罵非洲人的懒惰和无赖,然而,让人没有想到的是,在非洲,有很多的外国人,令人意外的是,在非洲最多的是中国人,有几十六万的中国人,在非洲工作生活,而且大部分是定居的,对于他们的选择, 生活在现代都市的我们,有些差异,为何他们追求下降了呢,不应该是跟随时代的脚步,追求高质量的生活吗,而且他们的很多,都表示,不愿意回国,也许很多人会认为,非洲的环境不好,贫穷,还会时不时的有危险,就算是一时冲动去了非洲,多几年中就会回国的, 然而,准备在非洲居住的人,却不这么认为,他们不愿回国的理由,竟然打动了很多人,有网友表示,我也想去非洲,到底是什么理由,如此吸引人呢? 在非洲的人表示,非洲落后,在这里,有很多的机遇和商机,有待开发,像我们使用的智能手机,或者其他高科技,在非洲竟然是稀罕东西。 所以,一些中国人发现了商机,在非洲坐起了老板,然而,他们的客户非洲人,是非常容易满足的,不会挑剔,跟这些人做交易,心情都变得愉悦了。 而且在非洲,没有上下班打卡的快节奏工作生活,在非洲,他们感受最大的就是放松,生活惬意。 还听说,有些人提出是因为工作原因,被迫去非洲的,去非洲最大的诱惑,就是挣的钱多,是的,同样的职位,到非洲,公子比在国内工作,搬了好多倍,非洲很多中国的工业,所以,到了非洲工作,能挣到钱。 在非洲也是有钱人,然而,回国呢,依然是个穷人,是个打工的穷小子。 想比较第二点,第一点也许更加吸引人,毕竟现代人机器化的工作,已经疲累,很向往放松自在的工作生活,然而,无愿回国人的解释,我们竟然无言以对,反而是值得深思,我们在图什么? 如果喜欢本视频,请分享并订阅本频道,别忘了按赞哦。